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我会被人称为是曾后宫 对 曾后宫 好家伙 这是一种过春节的方式 对吧 和尚怎么过春节 在家吗 修行吗 没修行 在家陪家人吗 那不跟我也一样 跟你差不多吗 我们就是看春晚嘛 但是春晚也不让多说了 就是咱们说点别的 春晚好啊 牙克西 春晚就是啊 和苦年的春晚牙克西 说的我都咳嗽 我认为通过这个春节 我也在观察 我觉得今年啊 咱们说在全世界各地 不是建了很多孔子学院吗 说咱们中国有什么软实力 可以向全世界推广 有什么价值观可以推广 我认为中国人比崇拜孔子 还要崇拜的一件事值得推广 这就是财神 财神信仰 怎么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看看能不能引动你们的感触 好家伙 我跟这是什么情况 看电影一样这个镜头 明白没有武汉的归原寺 我在那上大学啊 这就过年的时候 那时候没这么厉害吧 哎呦 从来没见过成千上万 你再看闻到 这跟台湾当年那个 那叫什么呢 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的那个 情景 我觉得呢 你再看这个 警察因为这个烟火太盛 警察得带着这个防毒面具 维持秩序 就是中国人就败财神 抢烧投注香 就到这么一个 这我觉得还好 我看得挺奇怪 我相信你要是在雍和宫 或者是说在任何中国一个 都这样 零隐私 我估计都是一样 都一样啊 而且你知道我在香港 比如说每年黄大仙 黄大仙 然后初二就轮到 就在我家隔壁 我家隔壁有个庙 是车工庙嘛 那个庙也是香火非常鼎盛 它是 而且是午夜12点开门 然后差不多晚上七八点门口 就开始排队 然后来一堆警察 把整条路封起来 就我家那天 我都不用睡觉 为什么 因为我窗户一出去 满街都是人 在那吵吵闹闹 就抢着进去插香 拜神 就是我 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说啊 迷信咱们不管 对吧 什么地方 就是说这真的是一种信仰 类似的这个盛况 你比如你在梵蒂冈 那个罗马教皇出来的时候 全世界各地的人 或者是卖家朝圣 会有让我联想起这种盛况 成千上万个人头拥有 那么你看我们呢 在季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因为差别是在哪 对孔子这是自上而下的 而对财神是自下而上的 这就是差别 深刻 孔子一般你看在大陆 就包括我们季皇帝 也是政府带头 对吧 在台湾的季孔也是马英九带头 对 他是这个财神 我发现真的是 老百姓喜闻乐见 那是这才是 你看我前几天是我忘记在哪了 是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个调查的数字吗 说金钱是不是重要的幸福生活的指标 中国的这个调查出来的数字是最高的 中国韩国好像都是69%认为是这样 然后好像美国才只有30%几 其他的一些国家我记不住了 但是由此你可以看出这个东亚文化的一些差别 好像其次是日本或者是哪 就是也是60%几 我今天看到一个调查 你不要说就是过去文人们爱说什么 就说有钱了也有钱也买不到幸福啊什么的 最近我看香港进行的一个民意调查呀 就是嘛500万资产以上的人 满意程度幸福指数就是高嘛 50万资产以下的人就是明显生活不满意吗 可是香港在好几个调查 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指标快乐 指标幸福指标里面 香港一直排名很低的 在很多发达经济体里面 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一个社区 就每次做这种调查 而且你比如说像性生活香港也很糟 好像杜雷斯做的那个调查 好像太少了 香港从来都是排名全球倒数第二第一都试过 你看啊就是我昨天跟文道还在聊这个 就说每个人呢我就觉得就说生活里都有一个寄托 对吗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寄托救国救民 那是伟大的对吧 有的人可能寄托于性 也算一种寄托 我就民心性 文道说我算爱情教是吧 但是呢就是说当然有人寄情于山水 有人寄情于书画 总是心有所寄 你会发现人心不能没有寄托 但是呢这么多的这个财神 就是你看这就反映我们膜拜的这个 我但是我不明白 我们这么多的人民把这个精神寄托放在 你看啊 他也未见得真相信吧 烧香就能给他让他发财 他真的就就我觉得就是类似于一种信仰 那么这个实际上带给他的是一种精神满足 对吗 在归宴寺前头的人 那就几个真能发财啊 但是你明白没有 他这个行为本身去拥和宫这个本身 他实际是满足这个精神的吧 可是我觉得不一定 这也有可能真正表达出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 你刚说的很对 其实真正去那些插香的人啊 你说他们真相信自己插完这住香 今年发大财吗 他也觉得这不一定 但他的想法是什么 有差比没差好 有上比没上好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就是这么很机会主义的 就是我干了 你不干好吗 比如说宁愿相信有鬼神也不要不信吗 又或者说比如说像中国人的宗教 最奇怪的就是我们这种没有制度 没有组织的宗教 跟别的一神信仰 现在全世界的主流信仰是一神信仰 最大分别人都在哪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中国人老爱说 像我们南方人沿海拜马祖 老说哎呀这个马祖庙很灵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奇怪 这就等于马祖本来是同一个神嘛 一堆马祖庙 但他会说这个庙的马祖比较灵 你什么时候听过基督徒说 这个教堂的耶稣比较灵 这个圣母比较牛 不会这样子吧 所以你看中国人这个信仰太奇怪了 子墨你像你已经这么有钱的是吧 财神已经在你财神已经在你家的人 我不是曾后宫 财神已经在你家的人 你的精神寄托是什么呢 雪拼 去迪拜雪拼 我的感觉是说 就像我们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其实挺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没有太多的精神寄托 从小没有 我们从小被教育说要信仰 将来有天实现共产主义 但其实你长大了 你发现共产主义还在远方 太遥远太遥远了 然后你就会已经被灌输成无神主义 所以你也很难去 真的内心的很纯洁的去相信某一种宗教 你说去拜一拜财神吗 去相信什么 总之我现在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希望身边的人 大家都健康平安 可能就是这么点简单的 这种生活的信条 上升到任何的信仰或者信念 我觉得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 大家都是缺失的 至于你说大家为什么去拜这个财神 除了刚才文道所说的这种 对宗教的机会主义 我感觉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因 也还是因为说中国人太穷了 而且这个穷呢 是在于自然资源条件 非常匮乏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会对于钱 或者是说对于拜一拜 有如此之大的渴望 因为中国一直就是人口很多 然后土地非常贫瘠 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 我们都说原来地大物博 其实这个博是另外一个博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可能又是一个特别浮躁的社会 现在整个应该说是中国新的阶层 或者阶级在形成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他总是有一种渴望说我要从我现在的阶层再往上爬一层 我只有有钱我才能过上一个好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一种特别淳朴的愿望 你为什么说比如说像美国 他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认为说这个金钱是那么重要 像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同学家里条件非常好 可能温道也会了解很多 学习成绩也很好 那人家就是愿意到非洲去做两年一工 他不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没有发生 那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大家都去抢 大家都要去过好的生活 我不能把我的时间我的情趣去所谓的浪费 在其他一些不能够带给我物质回报的地方上 我觉得这个和可能我们天生的自然条件有特别大的关系 你有了钱这个反应你像你虽然你不是啊 但是你至少比较了解 现在人家欧洲不在聊吗 欧洲报纸上不是登出来说中国这个富豪 而且中国富豪的二奶们 但没有不能叫二奶歧视性的称呼了 反正就是那个什么们 女朋友们 女朋友们购买力惊人啊 是啊 是购买力惊人 这形成一个巨大的购买力 那你 我觉得这是这是两个 我为什么说这是中国阶层形成的一个 或者说阶级形成的一段时间 就是你会看到底层和上层的这种脱节 其实你看在迪拜也一样的 据说在大年三十那个帆船酒店啊 就七星级的帆船酒店 都是中国人 90%都是中国人 那其实我们是到了初四才去的 因为就是知道之前的话 可能走到那儿都是中国人 然后我听说啊 在迪拜最大的一个shopping mall的 这个就是人山人海 全是中国人不说 然后在那儿的LV店的门口 居然排起了长队 全部是大陆人 你就能够想想这样的盛况 每一个很好的五星级的酒店 每一个很贵的餐馆里面 都有中文的服务员 我们是去援助亚非拉一样的 去援助迪拜了 看迪拜快垮了 对不对 给迪拜的游戏提供了 有这个世界主义的 所以说我们把财神传遍四方 香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怎么再跟我们讲讲 中国人怎么花钱 不爱听这个 听听也是好的 听听也是好的 因为我并不是说春节的 就是那几天在那个帆船酒店 但我有朋友住在那 听说这大堂里面就乌泱乌泱的 全是普通话 而且就是各地的方言 然后他们呢 是你想这个酒店 其实是非常贵 差不多要快两万块钱 两万人民币一个晚上 赶上三亚的酒店了 没三亚的酒店贵 你应该说 对啊 然后呢 他们团里面好像说有些东北的大款嘛 知道这个迪拜是买珠宝和手表比较好 那这些大款就是都是十块十块的去买这些手表 你想这些 十十枚十枚表那么买十块十块 是的不是十块钱十块钱啊 就是带得了吗 为什么带不了手表不好带 一天换一块吗 十块手表才能对啊 而且还可以升升职的呀 回来还可以送给政府官员啊 对啊对吧 所以有种种的种种的原因导致这个这个 像迪拜我们在那看到 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很多人在那做服务生啊 出街汽车司机 见到你一定会说你好吗 对 还会说不要发票 普通话现在真的是全球普通话了 对 所以呢你刚才讲孔子学院啊 我觉得孔子学院是用来干嘛 孔子学院是为了用来演示 跟清除中国人给人的这种印象 一个平衡 对一个平衡 但是这个平衡做不好的话 反而会变成就是两边的印象 可能给人家造的都不是很好 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看很多那种国外的媒体啊 杂志 我发现他那提到中国人那个印象 最近两年对中国印象都不太好嘛 在因为很多政治缘故 但也有些文化 对但也有文化缘故 比如说像以前欧洲人对中国印象其实挺好的 尤其法国人觉得文明古国啊什么 特别我发现好玩是欧洲人最喜欢中国时代是毛时代 代表着一种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理想生活 对他们就喜欢我 我还有一些就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左派 所以他会对毛可能有一种浪漫的幻想 但后来呢 他们发现中国人不讲理想 全讲钱 然后呢 比如说在欧洲 特别是去欧洲设厂的一些的中国厂商 或者开小店 其实也很辛苦 我们中国去那边做事 但因为他们跟他们格格不入 比如说人家礼拜六礼拜天关门的 比如说你去巴黎商店也是嘛 不开门的 伦敦商店不开门 但是问题是 中国人开的商店 就24小时都能给你开门 上班也是24小时可以给你上 破坏了行规 破坏了行规 然后到了非洲呢 也是一堆一堆中国工人 比如说我们说去盖房子 他们现在开始有人有反应 就是说你来我们这不用 我们本地工人 也都是中国人来挣钱的 所以你去到哪 中国人要不就是来挣钱 要不然就是来花钱 所以全跟钱有关 就是财神信仰嘛 就我觉得就说 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真的能让人满足 你比如说按说咱说信仰 信仰是干什么的 那总是为了求一个快乐 是吗 就或者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充实 那么既然如此多的中国人 把财神 事实上他是当成了自己的某种摩拜 拜金主义嘛 对吗 那么是不是这事 确实也能给他带来生活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 可能这个阶段会非常非常长 但是这个阶段一定会存在 文涛这是因为今天你也可以去迪拜买十块手表 眼睛都不眨 所以你会说 你如果真的接触一下可能生活的非常贫困的社会底层的人 你如果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可能更能够理解他对钱的那种 或者对财神的那种渴望 因为确实是能够改变他的生活 对 没错 其实你不要说别的 这次短道速华周扬 周扬 得了金牌之后 说我其实是想让我 我觉得我的父母可以过得更好了 这个更好 当然可能有他得了金牌 他所比如说获得这种荣誉 但我的理解是来自一个可能贫困的家庭 他的奖金 他所有的物质奖励 能够让他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个物质是你不可避免的东西 你知道他这之前拿的工资 你都想不到才几百块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几百块钱的工资 然后这一下子得了个金牌 他们家乡政府已经说了 我们肯定要中奖 上一个奖给类似的一个奥运会金牌的是100万 说这一次肯定至少不能低于这个力 其实他只是没有用一种 可能大年三十初一去败财身的方式 再去追求这个钱或者是说这种物质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追求无可厚非 败金牌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地方不在于 刚才子墨说这阶层 反而是中国富裕阶层 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 有一种人他真的是为钱而活 他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不断的赚钱 他不是特别奢华 比如说像以前巴菲特就这样 是他现在也还是他吃汉堡 喝可乐到了香港住酒店出门去吃汉堡 也不要叫汉堡 而且你觉得他住酒店是这样的 他舍不得喝酒店里面的矿泉水 他一定要到外面的小店 小店里面买了便宜的矿泉水拿回酒店喝的 他是巴菲特 你想想看 但这种人你说他不是要奢华的生活 他就喜欢赚钱 他真的觉得赚钱是个人生意义 但是问题是到了一定程度 他也会想这个赚完的钱 因为他对他讲赚钱赚到钱他就很快乐了 这个钱怎么用他反而不是太重要 所以他就可以拿去捐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我们过去几年大概穷惯了 现在刚开始富裕起来 我们的富裕阶层也许要慢慢的也要来思考下一步 就这个钱怎么用 因为你比如说像现在其实很多欧美的那些老富人 他们早都习惯这样像金融时报 他还有个专栏就专门每个礼拜就讲一下这个钱怎么花的问题 里面就全讲的是这些钱 他拿去怎么捐做一个什么社会企业这种事 而且我真的刚才子墨说的我也有感触 有句话叫财大气粗 你发现表现在咱们媒体界就是属于叫什么话语权 但是我现在老发现一个就是过去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你明白 比如说在外界看起来中国人就像迪拜到处买LV的 好像我们也觉得很多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 稍微有点人富起来 可是这些人是极少极少数人 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有点钱就能够财大气粗的吹变全球 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富人 可是实际上咱们知道90%的人他还生活在那么 所以我就觉得温家宝总理就很可怜你知道吧 为什么每回遇到一些国际争端像哥本哈根会议 大家说你中国得负更多责任怎么样 每次遇到这种问题 要是温总理在温总理就一次又一次说我们中国很穷 我们其实是很穷的国家 穷没那么多LV 然后他每回说这话都不管用 因为说完什么穷 你看我们的店里头 对啊 所以我给你看看中国的穷人 而且穷人也有穷人的范儿 最近网上出来一张照片叫做纠集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的乞丐 对这张照片我见过 叫西里哥 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你你看怎么人家说呀欧美的那些这个最贵的品牌服装 有他这款式的你注意到没有 你瞧他这腰带你瞧他这个大衣 现在很多这个时装其实也就是这个款 有人说啊他是朝人办出来的后来经考证这哥们还不是 可就是真的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可能真的就是个乞丐 可能真的就是 但是很有范儿 就是很有范儿 人家就说嘛发型是日本最流行的牛郎发型 穿着中古店逃来的二手衣服搭配LV最新款纸带 从视觉色彩上说 我喜欢他腰细的那条带子 腰带绝对是画龙点睛 但是这个腰带让人想起 哭泣XC LOT混色G腰带 不禁有网友说这个乞丐太有范儿 哈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怎么你看一下你这个财身坐在你家里的人 哈哈哈哈 我再次声明非曾后宫 后宫体夸张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生活问题解解决的很好了以后啊 呃你精神上觉得有什么空虚啊或者苦恼啊空白之类的吗 不觉得啊看来有钱就什么都管用嘛 其实不是应该说我我我认识很多朋友是属于中国的真正的是相当相当富有的人啊 我想接着刚才的这个慈善的话题说 也有很多人其实有过这个慈善的想法 当然我不说中国的慈善现在不够发达主 就是说我不把这个责任主要归结于政府但是我想说的是政府在这里面其实有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去扮演比如说从你的税收从你的方方面面你像我 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是个房地产开发商他是从一个渔村出来的那他就曾经说想在渔村办养老院因为他他其实是孤儿的没有父母 然后呢也办学校至少首先把他的家乡去照顾好 但是这个当地的政府就开始跟他谈各种各样的条件 总之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不是说我把钱给你然后我来监督建了就这么简单 政府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来难为你然后反过来呢他做了这些事可能在税收方面在很多的方面他也不见得说有会得到任何的好处 最后大家就会放弃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人的观念要去改变 然后整个社会的观念政府的观念都要去改变可能才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富裕起来之后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怎么追求 我们才会明白这个钱应该怎么花 对 我就知道一些有一些富人其实现在捐钱捐的也挺多的但是问题是这风气实在不够广 你看政府啊有些地方政府你拿钱去跟他圈一块地买一块地他很高兴你说去办慈善他盯着你 或者是说某种程度上他觉得你办慈善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只是解决了我一点负担而已可是我得到什么了我没得到 甚至他不觉得你解决负担啊有时候他会觉得你给他添麻烦 因为比如说有些人民间机构最大的问题在哪今天中国大陆有时候一些民间机构做的真不错 但他做的好的时候啊显出政府无能嘛你知道吧对不对 哎呦这个真是就会很多时候你有好心而且呢好心的人呢也得不到这个奖励 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好像最近私下里老听他们聊就说啊中国有一些富起来的人你要一直这样私欲膨胀的话 你不要以为啊那么多的穷人在底下啊你也并不安稳的 就是说好像他们都在盼望着某种自上而下的反省 我这个还富分富于民 总好过我觉得 我这个还富分富于民 非常非常厉害的